好創下刚刚看到的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帕帕罗直接承诺美军事实上准备好 全面备战中国 正当蔡英文要启程访问美国 马英九要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海军司令帕帕罗 直接出来 他当然是保证了一定会驰援台湾的一个立场 只要一声令下火速启航 驰援台湾 而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打脸了就是要去中国的马英九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马英九就讲过 共军入侵台湾 首战集中战 美军不可能会来 结果他今天告诉你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是会来 而且会来的时候 他的选的场景还特别有意义 他是在李敏之航空母舰上 李敏之航空母舰自从开始服役以来 美国所有的重大战争 波斯万战争 然后整个的蓝欧的各种战争 首先开第一枪 发第一弹 第一架飞机起飞的 就是急先锋 就是李敏之号航空母舰 所以他选在这个美国第一先锋的上面 告诉你说 我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台湾只要有事 美军会立刻就到 然后呢 他特别也还特别的讲了一下 是说提到了裴洛西访问 裴洛西访问之后呢 他们已经发现 共军确确实实 在台海这边的区域技职仿介入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是火箭军的能力 然后他也讲了这四个多年以来 美军也持续的针对共军的新的能力 做好了应对解放军入侵台湾的策略技术 还有各种的程序 美军就做了很多的改变 一定是可以火速食源 另外呢 他也特别提了一件事情 那是跟中国呛吓的 他不会提到了吗 说中国虽然现在有350艘的战舰 但是美国在太平洋舰队这边 有200艘战舰 六成以上的海军 总共是15万人 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其实在宣示一件事情 因为2015年 美国宣布要重返海太 到亚太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目标就是 三分之二的美国海军 放在西太平洋 他特别讲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永远准备不够 我们还要持续的再上去 然后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建议中国 最好呢 你们不要继续的 这个以毒不回 接听热线 免得出了状况 在此同时呢 美国太平洋军队的 太平洋司令部的空军司令 也在一场线上座谈会 提出更严重的一个警告 他认为说 他们的评估里面 两岸如果开战的话 造成的伤亡会比照 二次世界大战 这么的一个凄惨 所以美国一定会 努力的加速威慑 制止这样的战争 能够发生 然后可惜 中国呢 对于台湾的执念 就好像普丁对于乌克兰的执念 他们就是放弃不了 可是他这边就特别警告中国 就好像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国际都不会容忍 而且会立刻付诸行动 所以他们在两个海空军司令 同步出来 都是在警告中国 那为什么会这个时候 海空军司令都出来警告宗言呢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 习近平跑去支援了国际战犯 国际通行犯的普丁 然后呢 习近平去之前 不是投书俄罗斯报说 他每次去了莫斯科 都满载而归嘛 他们发现这次习近平去 虽然也是去挺了普丁 但是最重要的是 拿到了整个俄罗斯 承诺的会协助他的人员 协助他的粮食 他们认为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在 预作对侵台的准备 一方面你挺了普丁 让普丁继续把欧洲和美国 拖在乌克兰战场 对台湾这边被多利分 让另外一方面 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 你有源源不绝的资源 你需要的粮食 你需要的人员 已经跟普丁拿好了 第二个状况 当然就是针对蔡英文要访美 蔡英文要访美的时候 他们刚刚讲的 特别提到裴洛西 为什么提到裴洛西 因为你陪洛西访台 就来一个过度的反应 他们当然也要准备到 从329一直到4月7号 这段时间 蔡英文先去了纽约 接受哈德逊研究院的一个颁奖 然后再去中南美洲 回来的时候再到加州 然后又跟麦卡锡见面 在过程中 可能中国又会有不正常的反应 所以事实上中国 已经向美国表达了严正关切 但是美国只会回答说 蔡英文自2016年以来 就任以来 已经过境美国六次 这是再正常不过 没有改变任何现状 要不是你们的 Combinity害的 蔡英文会去的更多次 所以他已经直接呛呛 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 美国准备好 而且他们现在在讲话 就是代表着 未来几个礼拜之内 共军如果还要像 裴洛西一样 环台军演 美国一定会有所反制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马英九了 在这个时候 4月7号 我相信桃园机场会很忙 一方面蔡英文回来了 然后一方面马英九回来了 所以到时候是不是有抗议 迎接都会在桃园机场里面 变成两个双鹰 在桃园机里面整个场面 不过马英九 很可能会是灰头竹脸的 因为你看到美国对于蔡英文的规格 这个准备 美国是把它高度的重视 高度的做准备 而马英九去大陆那边 上至中国共产党 下至两岸的人 中国的人民 甚至是海外的中国人 通通看不起他 因为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国台办 国台办称他为马先生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因为为什么呢 在外交和社交的场域 通常对一个人的称谓 会去尊称他曾经担任过的最高职贤 像我就称为黄先生 因为我是nobody 所以nobody就叫黄先生 那国台办叫他马先生 习近平和胡锦涛 过去见过连战 见过宋楚瑜 见过洪秀柱 都叫他们 因为他们不好讲总统 不好讲副总统 他们至少叫他连主席 宋主席 洪主席 就现在马英九 连国台办都看你不起 都说你是nobody 马先生 所以中国的网民 当然都知道 看不起他 所以看不起他的话 整个中国有一个 140万人的追踪的一个博主 在博主里面就直接出来讲了 说反对马英九去大陆 你在这边吃的喝的 你是用谁的啊 你这个马英九 已经没有分量了 我还要花我们中国纳税人的钱 去供你吃喝吗 坚决反对 然后甚至于说 你除了来到这边 你没有什么作用 除了糖而黄之的 花纳税人的钱之外 除了国台办之外 几乎全民反对 还骂马英九是阴毒 就是你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你没有处理好台独的问题 你偷偷在扶持台独 你有什么脸来过来 民族的罪人 把马英九在中国大陆内部 都把他骂了一顿 在海外呢 还有一个江苏小胜 他在美国也发文在骂了 说你马英九这是过去的 跪拜的不是你的祖先 你是去跪拜中国 国民党本来就是个要犯党 现在要犯党里面 你是奉子到中国来乞讨 来这边这个马英九 你在这边 所以难怪习近平 根本不想跟你见面 难怪国台办 都叫你指示马先生 他